这部TVB剧可能是史上男主吻戏最多的剧集,开播第一集就直接发糖。 大家好,我是汤粉滴答,更多新鲜娱乐资讯可关注小编哦! 哦!本文为原创首发,转载请联系,可转发着朋友圈哦!TVB新剧《动人的时光》正在热播,除了主演的袁卫豪和唐诗勇,昨天提及的胡鸿军和朱晨丽两位演员也陆续登场,为剧情埋下更多的伏笔。 胡鸿军的出场让不少网友感到呆萌,相反朱晨丽的登场却给人一种我很会跳舞的感觉。 不过有网友却表示,这部TVB剧可能是史上男主吻戏最多的剧集,因为从开播第一集开始,就频频出现吻戏,而且一集不漏。 剧集《动人的时光》一开播就告诉观众,男主曾动人一出生就没了呼吸,因为向全世界借了一秒而存活,但如今却被上天收回时间,于是需要靠亲吻别人来续命。 在剧集第一集的结尾,男主曾动人因心脏疼痛昏倒,刚好是救护人的女主成敏奇看到后立刻去进行些肺复苏,并进行人工呼吸,这才第一集男女主就发疼,比观众们想象的还要快,但你以为真的那么简单吗? 男主在第二集开始时不小心亲到自己的好兄弟徐飞翼,联子膳时,好兄弟昏倒但身体正常,男主发现自己需要靠吻别人来续命,而且每次被吻的那个人快要醒来时,他就会时日不多。 之后,男主在第三集亲吻了客户麦公子,麦公子昏迷起医院,快要不行的男主瞬间清醒,紧接住第四集,他本想要亲流浪汉,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 在酒吧遇到混蛋谈期,于是趁其不被跟到厕所,然后你们懂得,谈期昏迷。 男主为了续命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放过,甚至对一只小猫咪也想要亲吻,但结果并没有什么用。 这部TVBG可能是史上男主吻戏最多的剧集,开播每集都频频出现吻戏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?紧追这部剧的小伙伴们觉得剧情如何?赶快到评论下方和我们一起聊聊吧。 更多新鲜娱乐资讯,敬请关注小编汤粉滴答。 本文由小编原创首发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